大家好,我是最尼 今天到来期全黄的样子 欢迎在一起来期待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来自于占天成和愤怒 双方的玩法三稳随机 占天成用K作为首发 占天成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成绩 现在复出 咱们看他熟练度究竟如何了 愤怒的话,用一个赛斯作为首发 其实占天成经常这样 就是成绩一下,然后再复出 复出一下,然后再成绩 版面BC开了 但是他的熟练度还是可以的 还是没有什么减弱 假招,被躲过去了 这是实战经验丰富 猜到对手要干嘛 现在看愤怒下一个角色 好的,我们来看愤怒如何接招 愤怒的玛丽 愤怒其实也是很久没有打了 很少见得打现在 现在白发玛丽闪过后 闪一下就被轰了 占天成虽然说没有之前花式了 但是喜欢打着这种超暴力的连技 哇,红 落地取消 其实这是用大招取消 版边不断的进行循环 理由上来说这招可以形成无限连 但是节奏比较难掌握 现在K的话要把玛丽给拿下了 玛丽剩一点血 哎,玛丽使用了一个架招 滑铲 滑到了啊 没防下盘也占天成 这下是不是有点失策 现在玛丽板边连续的生龙甲将他带走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 看占天成第二个角色 差一点点其实就拿下玛丽了 最后一下没稳住就被翻盘了 这款游戏就这么奇妙 一个不剩就翻车 现在玛丽又抓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他也只能接一个双BC 然后接一个必杀 还是带不走战天成 反而给战天成留一个残血 众手周知 战天成残血以后那是非常强的 哎,空了 玛丽的隐藏空了 想近身来个隐藏 没想到被切防了 我们接着看愤怒下一个角色 也是他最后一个角色 克里斯 哎,克里斯开场弹那个CD 跳迪亚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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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角2点10 滑铲 哎 龙二中断起手 开BC了 BC之后蛇边一下隐藏 蛇边捡了起来 把他给 漂亮只怕隐藏 带走 战天成非常疯狂的拿到第一分 好的,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愤怒 会随机到谁 然后战天成会随机到谁 战天成随机到一个八神 今天的比赛是一个抢三只 下面战天成用八神手画 战天成一旦有八神 那就是秀的起飞啊 但是他首先要浪起来才可以 如果浪不起来 那就非常难受了 浪起来了 考考 抓 这时候你抓 想打伟廉 想打伟廉 被愤怒识破了 想点一个下金角刚才 有投机的角色 是完全可以近身抓的 他如果打伟廉 哎,愤怒对战典这一招 了路指掌 现在八神 哎,后车 套路被识破 八神该怎么办呢 八神必须寻找一个点 哎哟 转锤 现在八神稳住 下中角开BC 跳塞地压过去 跳塞地压过去 戒神 清拳 葵花 跳塞地压 然后跟个底波复合 接着看愤怒残血了 八神还是放波 打一个远距离牵制 远距离圣龙BC 轻手两点带走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好的,下一局 来看愤怒的安迪出手 跳C破防 葵花BC 好 抓过来 重手 圣竞签一转 重手 圣竞签 圣竞签一转 然后重手 前前手 接一个八神女 666 崩他一下 崩起来一个柴华吧 这 愤怒残血以后 战典城继续浪过去 逃下盘 逃不到 绿安迪 绿的力量是强大的 但是强大也没有用 还是被战典城继续搞到了 拔着你 拔着你空 又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感觉 愤怒要翻盘了 这个安迪 最后弹飞起来 大张推 好吧 来看下一局吧 从这个角落 推到了那边 那个角落 从左面推到右面 很残忍的一套连技 第三个回合 看战典城的赛斯 好 赛斯这个角色比较犀利啊 像是孝星一样的 你看他这个 打着领装膝带 西装领带 我赛 这有点滑了 来看踢一脚 结束 头上是一座毛 就那一座毛 他打完比赛还要再输一输 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啊 弱势稀少 他越珍贵 哎呀 清拳一点 BC 中间中断 哎呀空了 15了 非常致命的一个15 连续想踩反身位 但是你连续这样搞 最后肯定是会识破的 肯定会有破绽 升龙 BC砍刀手 升龙砍刀手 升龙取消砍刀手 升龙这个砍刀手 狐狸 好结束了 KO以后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占天城的玛丽出手 哎 玛丽快速后撤一下 板刺梁 他想攻过去 头 战天城切实大减 突然觉得 看 必杀也浪空了 现在板刺梁很有可能 将战天城给一套带走 升龙BC 升龙砍刀手 升龙解了 结束了 愤怒达到第一分 好的 进入到了第三局 第三局继续随机 这把战天城随机掉了一个金管杖 这局应该行了吧 这个发阻力很强大 七甲射手发 对抗战 愤怒的罗伯特 罗伯特进行一个强势压制 顶飞起来 斩链腿 吸住了 这就 哎呀 这就开吸了 这是当年战天城惯用的一招 连续的斩链腿吸对手 然后再吸 可以吸个七八十连都没有问题 如果对手有血 哎呀 战天城变身 哎呀 变身只为挨打呀 其实变身 精神他要抓 被愤怒给识破了 我们接着看战天城的金家帆 尽管掌 开场弹他一脚cd 下盘两点击攻 跳二压制起身 压制起身 好 一脚踢个反身位 罗伯特还是用两点 鼻子还是开了 斩链腿吸住 剩了取消 斩链腿吸住 空中抢空 然后金管掌后撤 球比亚 拨一下 板 哎呦 金家帆中着 哇 心腿没有开起来爆气 但是还是非常强势打压制 空 这罗伯特好像有点不行啊 总是开不了bc 现在看战天城下一个角色 不行也把战天城给拿下了 在失误中拿下 现在看战天城的游历 斩链腿 这就受伤来了 吸血腿 然后射中取消 斩链腿 可以 射中取消再来一发 哦 过瘾了 这一波可能会穿三 看这个情况 如果再被罗伯特吸一波的话 稳稳的穿三 哦 龙虎乱舞对空 愤怒 背水一战 但是他裸出大招是要还的 哎 还一下之后双方扯平 扯平以后血量不多了 小游历 再来一脚 穿三 愤怒拿到第二分 好 下面我们接着看 第四局啊 战天城能不能将比分拉平 战天城的 这个技术绝对不限于此 看着操作是有点迷 这一局开场就踢脚BC 斩力拳不料空了 库拉一个BC也是快速的转腿 接必杀 少 哇 秒杀了 库拉的秒杀神迹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战天城的马力 哎 花铲BC对手圣龙凹出 落地转腿取消 走 压住之后吹兵 踢兵 跳 哎 对手圣龙夹还是来了 该来的总会来 圣龙夹还来 那这下又被秒了哟 哎呦 打空了 哇塞 战天城躲过一劫呀 这个大招中了 果断秒掉 但是玛丽这一套 还是带不走愤怒 愤怒起身 还是有机会翻盘 嗯 翻不了了 刚才愤怒那招没有打到 估计是急得 只要压 现在看愤怒的琢磨 小短腿琢磨呀 哎呦 回想脚 哦 玛丽一个滑铲滑到 现在滑铲生龙取消 生龙取消 生龙再取消 大招 现在愤怒还剩一点血 这一点血 看他怎么封翻盘 很难翻盘 隐藏 这么远处隐藏吗 很绝望啊 这个隐藏 现在看愤怒下一个角色 愤怒的尤力 哎 尤力一向都是一可爱主战 现在尤力还是非常可爱的 嘴上去一招 特别是生龙取消这一招 声音特别猛 最后大招接入飞燕凤凰角 这招是尤力自创的招式 现在来到了战天城下一个角色 也是最后一个角色 K49 有K49在手 战天城是不是稳了 这个角色爆发力超强 而且刺起来就可以开BC 板边循环烧 烧 再烧 大招烧 这局战天城应该是稳了吧 看这个情况 诶 但是对手生龙快手对空 冲出来又掏下盘 不是吧 尤力又开始这种循环连技了 没想到愤怒这个游力用的这么棒 一套打这么多血 战天城起身之后 又被暴力掌机协助拉3比1 很快 大家来不关注每天更新精彩多段视频